最不一样的历史尽在明朝那些事 由于宋礼花了太多的血本 赵文华兄十分的心疼 他决心呢 把这个本钱捞回来 当然了 这对他而言实在是算不上什么难事 因为他是公布上述 是全国最大的包工头 铺天下那么多工程 随便捞一把 那也就差不多了 赵文华是这么想的 也是这么做的 他就开始发挥自己的特长 是大捞特捞 管你是豆腐渣还是烂尾楼 能捞钱就行 爱谁住谁住 反正我不住 可是赵尚书翻本的意愿 实在是太过强烈了 他加足了玛丽 死无忌惮的捞 加班加点的捞 终于捞出了麻烦 家境道长天天虽然那炼丹修道 但是毕竟还没有成仙 饭还得吃 觉还得睡 房子也得住 可是西院的住房条件有限 他觉得不太满意 决定呢 另盖新房 这个房地产工程自然就交给了公布办理 按说皇帝的工程那应该加紧办 可是赵部长的脑袋呀 不知是是不是撞了这个柱子 竟然对此爱搭不理的放任自留 结果呢 一栋房子修了好几个月 还没有成型 整成了一个什么烂尾楼 家境道长还是值得表扬的 他并没有发怨言 催促赵文华 还是住着自己的老房子 然而不久之后的一个偶然事件 却将这个包工头彻底送上了绝路 有那么一天 家境啊 闲来无事 登高望远 忽然看见西长安街有一座豪宅 他便问旁边的人 那栋房子是谁的 考验人品的时候到了 一百年前 明英宗朱祁镇 曾站在高台上 看着类似的豪宅 问过同样的问题 那次回答的结果是 曾经风光无限的石亨 全家覆灭 在皇宫附近盖高楼 向来那是个很危险的事情 但是人们却屡教不改 赵文华显然也没有足够的觉悟 于是接下来的回答将决定他的命运 如果赵部长的人品好 关系足应该可以避过这场祸 可惜啊 这位兄弟平日实在是缺乏素质 家境身边的陪同人员争先恐后的说出了赵部长的名字 还有一位不厚道的人兄说了这么一句话 公布的建筑材料 大半都拿去修赵尚书的房子了 陛下的新房哪能用得上啊 这副烂药吓得实在是太猛了 看着眼前的豪宅回想起自己的烂尾楼 家境是怒发冲冠 赵文华你怕是活腻尾了吧 赵部长的人生就到此为止了 皇帝大人降了他的官还不罢休 又把他彻底削职为民 并安排他的儿子去边界冲军 虽然严嵩多方打点 但仍无济于事 想翻本的文华兄陪大子 他连老百姓都没当成 在回家的路上就暴毙而亡 说是暴毙 是因为他的死法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 一天晚上 这位兄台心情比较郁闷 就开始啊 用手揉这个肚子 揉着揉着 就把自己给揉死了 史书的原文是这么说的 守门其腹 腹裂 葬腹出 随死 对这一点我一直很纳闷 赵文华 他应该没有练过铁沙掌 揉个肚子就能揉得如此惨烈 如此有性格 也算是牛人了 按说 人死了 事情也就完了 但经过二十多年的磨练 内阁大学士徐杰已经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 一定要痛打落水狗 不久之后 几世中 罗宾 尚书皇帝 弹劾赵文华 侵吞军饷 数额高达十万多两白银 家境大为恼火 下令抄家追赃 估计皇帝大人也没有想到 这道命令竟然创造了一个追赃记录 由于抄家后 赵文华的财产不够 这笔钱由他的子孙代赔 没钱赔 那不要紧 充军也是有工资的嘛 于是这笔钱一直赔到了家境的儿子的儿子 直到万历十一年 还只赔了一半 这时啊 有人实在看不下去了 就说 要不算了吧 名神宗谨记爷爷的教诲 一定要赵文华的子孙接着赔 要么赔光 要么他们家里的人死光 赵文华的悲惨经历告诉我们 就算是穷疯了皇帝的东西 那也是无论如何不能动的 赵尚书的死对于胡宗宪来说 是一个可怕的灾难 胡宗宪自然不喜欢这位 既贪又蠢的包公头 但是这位包公头是他的靠山和支柱 现在他死了 自己不但失去了和阎党的联系 也失去了有力的支持 胡宗宪已经得到消息 某些阎官正在积蓄口水 准备要拿他开刀 上面没人保 万一被整下来 不但自己完蛋 连徐卫 于大游 七级光 这帮班底也要跟着一起走人 数年心血 自然会富之东流啊 十几年来 他卑躬屈膝 厄于凤盈 干了无数违心的事 说了很多违心的话 无非是为了当年的报国救民的志向 胡宗宪不愿意自己的抗窝大忌毁于一旦 但是思前想后也无路可走 就在他感到绝望的时候 周山的地方官给他送来了一件奇特的礼物 看着眼前的这件礼物 胡宗宪终于想到了一个方法 于是呢 他找来了徐卫 对于眼下的形势 徐卫还是比较了解的 他就问胡宗宪 赵文华已经倒台 你打算怎么办呢 胡宗宪回答他 倒就倒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只要皇上支持 就没人能动得了我 徐卫没有说话 不以为然的看着胡总督 心想 你以为你是谁啊 皇帝凭什么支持你 胡宗宪呢 面露得意之色 不慌不忙的告诉许卫 不用着急 我已经得到了一件宝贝 只要献给皇帝 不愁大事不成 胡宗宪所说的宝贝 就是周山地方官送来的那件礼物 白鹿 说起这个玩意儿啊 我也没见过 估计啊 不是啥新品种 称死也就是个白化病 或者呢 是基因突变的产物 但是 要把它送给嘉靖 那可真是拍对了马屁 因为他就好这个 嘉靖道长几十年如一日闭门修道 只是为了成仙 但是成仙这件事 没个准 大臣们天天眼巴巴的望着 您哪天要是长了翅膀 扑腾扑腾的啊 飞出去了 我们呢 就放鞭炮 公送大驾 也好再选新人 可是嘉靖偏偏就这么拖着 金丹吃了无数颗 继承不了仙 也吃不死人 慢慢的呀 嘉靖他自己也没信心了 于是嘉靖迫切需要上天给他降一点启示 也就是出现某些平常都见不到的新奇玩意儿 历史术语教祥瑞来证明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说明老天爷还是照着他的 白鹿自然就是最好的吉祥物 这个马屁要拍的好 拍的响亮 还需要一篇像样的文章 不能说句啊 陈胡宗宪所送那就完事了 你得阐明这头白话路出现的伟大意义 以及对未来形势的指导作用 要坚定皇帝的信心 要让他相信修道的前途是光明的 是远大的 是大有可为的 这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 他关系着胡宗宪的前途 关系着抗窝大计 关系着东南沿海百姓的安宁 胡宗宪一脸肃目的注视着徐卫说 天下虽大 这篇文章 唯你可写呀 胡宗宪卷起了袖子 准备亲自为徐卫磨磨 徐卫是彻底明白了 他明白了自己要做什么 以及为什么要这么样做 于是他提起了笔 在那个夜晚 徐卫将自己天赋才智与毕生所学 慷慨的注入到这篇荒唐的文章里 为了一个崇高的理由 这是一篇历史上著名的马屁文章 言辞优美 荒诞不惊 在许多人看来 这篇文章是大才子徐卫人生中的败笔 因为里面充满了卑微和下作 没有丝毫的气节 但事实上 在这篇卑微下作的文章背后 隐藏着一种耀眼的光芒 即使卑躬屈膝 即使刻意逢迎 也绝不接受失败 绝不轻言放弃 所以我认为 虽然胡宗宪贪诈徐卫狂傲 但是在那个晚上 他们做了一件伟大的事 徐卫的才学再一次得到了肯定 嘉靖道长看了文章之后 兴高采烈 不但赏赐了很多财物 竟然还亲自跑到宗庙 向老祖宗祷告了一番 可见是喜出望外 胡宗宪的地位彻底保住了 他不再需要依附于任何人 因为他已获得了皇帝的支持 为祸国家数十年的倭寇之乱 将在他的手中被彻底扑灭 经过严格训练 七纪光的义乌军 已经具备了极强的战斗力 然而在几次与倭寇的遭遇战以后 七纪光无奈的发现 虽说每次都能击败敌人 却总是杀人一千 自损八百 双方伤亡比例差不多 这实在不是我军无能 而是敌人太凶狠 实事求是的讲 日本倭寇的战斗力确实极其强悍 因为这帮人孤悬海外搞抢劫 随时可能被人打死 要想活命 那就只能拼命 而其中更为可怕的 是那批使用武士刀的武士和浪人 要知道 一个人要想熟练的使用武士刀 至少要经过五年以上的训练 而且让很多人想象不到的是 在近身搏斗的时候 他们的刀 很少与明军士兵的武器相碰 出刀极其冷静 总是寻找空隙出击 砖斩没有盔甲包裹的柔弱部位 不击则已 一击必是重伤 说他们是武林高手 实在一点都不夸张 相对而言 义无兵的战斗精神也很顽强 但毕竟训练时间短 武艺这东西 那又不是烤烧饼 说成就成 而与对方死拼 实在也不划算 自己手下只有四千人 就算拼死对方四五千人 那也是无济于事的 西纪光很清楚 如果单靠近身肉搏 成本太高 很难消灭倭寇 但在那个冷兵器为主的时代 除了抄家伙和敌人对凯以外 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就在七纪光无计可施的时候 有一个人帮助他找到了那条至圣之道 不久之前 王守仁的弟子唐顺之 从京城来到了浙江 他的使命是巡视军务 与当年在东宫的同事 现在的从一品内阁大学士徐杰相比 他的进步实在有限 混到现在还只是个无品官 然而实际上 他是一个有着非凡影响力的人 他的官衔说起来只有无品 却是个极为重要的职位 兵部职方司郎中 作为明军总参谋长 他在军中有着广泛的关系 除此之外 还和许多神秘人物 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对于这位非同寻常的人物 胡宗宪极为敬重 待之以礼 并遵照其本人意愿 让他上前线指挥作战 正是在那儿 他认识了于大游 卢唐还有七级光 当一筹莫展的七将军 对他说出自己的苦恼时 唐顺之交给了他一本书 告诉他 至圣之道就在其中 唐顺之曾经写过一套书 共六册 分别取名为 左 右 文 五 如 拜 合称六边 据说 此书上解天文 下通地理 无所不包 却没有什么人看 只因为有一个缺点 很难看懂 他交给七级光的那一册 就是其中的五 正如唐顺之所言 七级光彻夜苦读 在翻阅到其中一章的时候 突然喜形于色 他终于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 七将军再次自发的拿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官 批判的吸收了唐顺之的理论 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秘密武器 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这种独门绝技将大派用场 加进四十年四月 两万多名倭寇集结完毕 向浙江进发 他们的目标是台州 著名的台州大战 就此拉开序幕 这一回 七级光放弃通常采用的防守策略 命刘毅驻守台州 他自己带领主力主动出击 他将用这一举动告诉倭寇们 中国并不是他们烧杀淫略的乐土 所有踏上这片土地的侵略者 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种种迹象表明 敌军第一个进犯的目标将是宁海 七级光日夜兼程 率领着军队前去迎敌 当他赶到宁海的时候 已经有上千名倭寇登上了海岸 看见明军赶到 这些人啊 他们并不惊慌 因为明军最畏惧的就是近身搏斗 只要靠近过去 击破明军的前锋 明军就会争相逃算 于是倭寇就发动了冲锋 战斗的顺利似乎超出了想象 他们刚刚冲到明军的面前 还没来得及动手 只见对方的队形 竟然自行的崩溃 三三两两的聚在了一起 沃寇们十分高兴 但是如果他们要是仔细观察 便会发现 那些看似慌乱的分散的明军 却有着相同的人数 十一个人 眨眼之间 一种前所未见的阵型 出现在了沃寇们的眼前 在唐顺之交给七级光的那本书里 有一卷名为密战 其中有这样的记载 密战者 即新名鸳鸯镇之位也 这种全新的阵型 即因此得名鸳鸯镇 如果要详细的研究这个阵法 估计可以写一本书 所以在这呢 我只能是大略的给大家伙介绍一下 大家伙呢听听就行了 全当是使用说明书 简单说来 鸳鸯镇的原理和打群架大致相同 瞄准目标 兄弟们一块上 远了用啤酒瓶砸 接近以后用西瓜刀砍 贴身后就用这个匕首筒 不管你是柔道黑带白带 还是剑道挤断 全部完蛋 正所谓乱拳打死老师傅 是也 当然了 这只是一个形象的比喻 事实上鸳鸯镇是古代军事智慧的伟大杰作 作为一个近身格斗阵法 在此后的百年之中 人们依然无法找到破解他的方法 这个由十一人组成的鸳鸯镇 之所以能够名流轻使 威名远波 是因为他不但有着极为可怕的战斗威力 而且几乎毫无破绽 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战斗队列 因为他有着无可挑剔的位置组合和武器装备 在这十一个人中 有一个是队长 他站在队伍的前列中央 其余十个人分成两列纵队站在他的背后 虽说只有十个人 他们却持有四种不同的武器 并组成了五道互相配合的攻击线 在队长身后 是两名持标枪的盾牌兵 他们用盾牌掩护自己和后面的战友 并首先投掷标枪发动进攻 掩护盾牌兵的是站在他们后面的狼险兵 所谓狼险是一种特制的兵器 形状十分怪异 以长铁棍为主干 上面扎满了这个铁枝和稻刺 往前一挺 跟这个铁丝网一样 任谁你也过不来 狼险兵的后面是四名长矛兵 他们是队伍的攻击主力 看见敌人就使用这个长矛刺杀 队列的最后是两名短刀手 防止敌人迂回从侧翼保护长枪手 这是一个毫无弱点的阵型 十一个人互相配合互相掩护 构成一个完美的杀阵 就算你是日本剑圣 功本武藏 估计也没戏差 正所谓无知者无畏 宁海的倭寇们 没见过什么鸳鸯阵 不管三七二十一 玩起了五十道 拼了命的往前冲 但是还没走几步呢 很多人就被飞来的标枪射倒 运气好点的继续冲 就会被盾牌挡住 或者是被狼险勾住 倒刺拉扯几次 就算是不死也要掉层皮 如果红韵高照 到现在你还没死 也不用高兴太早 因为还有四只长矛在那等着你 就算你想反击 前面有狼险和盾牌挡着 只能是干着急 眼睁睁的看着对方捅你 不被捅死 也被气死了 情况大致就是这样 倭寇们没冲多久 就被镖枪狼险和长矛杀死了大半 剩下的人 虽然还不知道这套阵法的结构和奥妙 但是有一点他们是清楚的 再不快跑 那就死定了 宁海前哨战就这样结束了 倭寇死伤二百多人 七家军除一人轻伤外毫无损失 七季光的第一次出击获得了完胜 倭寇全线败退 但多年的经验告诉他 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根据情报显示 这一回敌军进犯规模打几万人之中 且经过了周密的组织 这次前哨战进展似乎太过于顺利了 顺利的如同有人安排一样 七季光的预感是正确的 这确实是一个陷阱 就在明军抵达宁海的同时 数千倭寇主力正向新河方向急行挺进 意图偷袭新河城 当这个紧急的军情传到大本营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因为新河城十分空虚 根本没有防护能力 里面主要驻扎着明军将领与士兵的家属 以妇孺居多 如若落入倭寇的手中 后果那将是不堪设想的 这一下大家伙都紧张了 老婆孩子还在城里 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那不是闹着玩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摩铁图书授权的明朝那些事